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沈金九长老在这个美国加州Retland,California,传播,今天又是一天,又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和大家这个分享。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分享,有这个朋友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呢,另外一个嘉宾,一个朋友也是算是好朋友,那这个嘉宾这个好朋友呢,是从香港,从香港他是这个牙医科的那个医生,那他在香港,当这个牙医, 好几年,那因为是好朋友,那他过来美国,过来美国短短的时间,我就学到了,说他有这个, 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要去那个辽国,去辽国把这个什么,这个牙医的这些用具啊,什么等等,都要捐到,捐送给辽国那边去, 因为,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在辽国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我们这个,教会啊,的工作,是非常的,可以,可以,很,很,那个,非常的好, 帮忙,一定是很好的,所以今天,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高兴,能够请,我们这个王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跟大家讲一下, 说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要去那边,建造这个牙医科的,这个要去那边,建造这个牙医科的那边,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请问,这个王医生, 那这个,你好像,你好像,你和太太啊,很那个,很认真,也是,好像,怎么说,好像,感到,非常的,啊, 啊像,感到非常的,啊, absolute, 바로,非常的,这个,这个要去那边,这个,这个要去那边,那边呢,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牙医科的,这个clinic啊, 究竟是,什么也回事啊,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 我是黄振生 我是香港来的小市民 那么我们港安医院香港那边 我们有一些器材 就是很好的器材 不过我们是可能是不会用了 因为我们买其他的器材来 那么通常来说 我们会送去第三个国家 那么第三个国家 我们就问我们朋友在泰国那边 他们就介绍我们送这个器材去辽国 那么我就跟辽国我们的机构 他们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跟他合作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整首起来 那么就可以服务辽国的市民 那么当然了 辽国也很多诊手 不过我们所用的就是医院的方法 就是有那个CT scan 有什么很特别很通常普通的整首不会买的那些器材 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开这种的整首给他们 那么我们起码可以吸引很多人进来整首里面 从整首那边 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感觉到 这个是基督教的整首 那么基督教的整首 那么我们就有计划 如果我们赚到的钱 我们就想用在那一整 去其他的省部落后的 就愿意给牧师跟我们的医疗部队这些人 一起去传福音 所以这个我感觉到 我们就可以打动当地的人 可以想到为什么这班人来这里做什么 来帮他们 医疗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点 牧师传福音就可以很容易传 那么辽国是佛教国家 所以我们这是很难跟他们传福音 就唯一一个就是爱 乃是耶稣叫我们爱其他人 我们就要用这个爱发展出来 给他们看到 哦 他坐那么远的车 坐那么远的飞机来到这里 我是不是很草民而已 为什么他有这个爱 乃是耶稣告诉我们 要分享 大家要分享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医疗他的病 那么他就会想 想好了 我们牧师就很容易给他知道 耶稣是谁 耶稣是我们的老板 老板叫我们去哪里 我们就要去 所以就那么简单的休息而已 那在辽国 这个 你要在那边开这个证所 这个clinic是在他们这个政府方面 他们是没问题吗 我们的机构在辽国那边 他们有认识一些政府里面的人 他们就是很欢迎 因为我们去那边是帮忙的 不是去赚钱的 我们赚到的钱就是付给需要的人 这是议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目标 就是帮忙人好了 赚到的钱就会用在那个远方的地方的去议诊 那么在台湾 香港 泰国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机构是蛮大的 全球都有医院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在辽国那边 如果要去开那个clinic的话 就已经没问题了 应该是 是没问题了 我们在那边按照王医师说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建筑的那个一栋 对 那个建筑物建筑房子 已经有了一栋 所以这个现在呢 这个王医师的意思就是说 要来跟大家分享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个牙医的这个诊所 开了 那跟他们服务了 也不单是跟他那边百姓服务 还有跟那个他们的政府官员服务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条路 就是说 打开了这个很好的基础 就能够把这个上帝的恩典的这个消息 将来会也是趁这个机会 也是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把这个上帝的消息传播出去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不但是给我们做祷告的支持 还有就是说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也可以捐款来支持 因为这个要在辽国开这个 这个医院开这个牙医的诊所 需要20万美金 对不对 希望要20万美金 所以现在王医师也趁这个机会 要把这个 这个事情 跟大家报告 还有如果大家日新 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一个要支持的 那你们都可以和我联络 我们这个电话号码 就是 telephone number 909-557-8507 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是 909-557-8507-8507-8507 这个电话号码可以跟我联络 如果你们要知道比较详细的 就也可以打电话来 问问我要跟这个王医师 这个王医师有了一些 我也跟他联络 那么你们 当然将来你们也可以跟他直接的联络 不过目前的话 暂时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来跟我联络 因为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的短 很可惜 很可惜 不过呢 那么将来我会常常的跟大家报告 关于这方面的那个计划 跟大家那个报告 好 今天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完了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主上帝的祝福 将来 下次再跟大家见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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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